从数据来看 90后这代人对于结婚生育 并不是像前代人那么的有热情 对过去大家极为看重的传宗接待 更是丝毫不上心 有人说这叫段子绝孙集体绝后 到底是理智冷静 还是冷血无情 这种行为是在之前的任何一代人身上 都不曾发生过的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一种观点认为 是投入产出比不划算 人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都是理性的 不管什么年代的人都遵循利己的原则 遵循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过去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很少 大部分农村人 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农村 都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边 农业社会是靠耕地种田 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以前农村的耕地是三年一小分 五年一大分 标准就是按照人口来平均分配 谁家的人口多 分到地也就多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才会那么样的热衷于生孩子 而且那个年代养育孩子的成本其实很低 说白了就是给一口饭吃就行了 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扩招 很多农村的小孩上完初中可能就已经很不错了 毕业以后十五六岁 正好是劳动力了 可以帮父母分担农活 在年轻力壮的时候积累一些收益 然后再拿来娶妻生子 循环往复 从养育孩子的成本这个角度来看 那个时候生三个五个跟生一个两个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编辑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你生更多的孩子 就可以分到更多的田地 还能壮大家族的力量 这是用最小的成本来得到最大的收益 当然是很划算的 可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90后这一代人是伴随着城镇化的浪潮 而成长起来的一代 虽然很多还是农村的户籍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农民了 他们对土地有了明显的疏离感 别管是上过大学的还是没上大学的 成年以后基本上都是留在城里工作 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不再以土地为生 而且农村也不再进行重新的分地了 靠打工挣钱养儿育女 那就太难了 每个年龄段都要花钱 可是又不像父辈养鱼他们那样 只给一口饭吃就行了 现在你说养鱼孩子的成本 那是成倍的增加 上幼儿园要花钱 上小学要花钱 玩具要花钱 衣服要花钱 课外活动都得花钱 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 压力可想而知啊 那非常巨大 但是收益呢 尤其是在目前的环境下 要生个儿子 估计更是稳赔不赚 那你说生孩子图啥 从物质层面来说 90后这一代人 确实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 生活的都要好 他至少没有经历过物资短缺 但是从压力层面来说 可不比任何一代人的压力要小 大学毕业 赶上房价暴涨 这不是买不起房的问题 背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 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 事业爱情婚姻 对于他们来说 仅仅是活着 就已经用尽全力了 就更别说结婚生死了 90后这一代人 他们的现实处境 就是四个字 进退两难 虽然是在大城市工作 但是你永远不属于这里 又没有办法回到农村老家 就算是想跟父母一样 靠着种地养活自己 也不现实 不是说你会不会种地 你都没地 倒不是说他们自私 更愿意为自己而活 而是不得已 连自己都活不好 生个孩子 岂不是跟着自己一起遭罪吗 不管咱们愿不愿意承认 起跑线这个东西 那还是存在的 归根结底 根源 还是因为穷 就是相对贫困 幸福感越来越少 获得感严重不足 这个时候 结婚生子 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痛苦 年轻人的心声是 我不在乎你给我靠上什么帽子 我是真的没有退路 一天不工作 就一天吃不上饭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担心 要不要失业 有人说生孩子 我得辛苦六十年 老了以后可能幸运的话 能够享受个十年八年 不生孩子至少可以无忧无虑六十年 最后哪怕是受十年的罪 即便是孤独终老 你这么整体一算呀 也是划算的 对于这个观点 我只能说 他是真活明白了